白鼻心出没请注意 穿山甲出没请注意 这一张张大大的告示牌 是新店区小城里自行设计的提醒告示牌 里长郭仁泽表示 里内生态丰富 除了经常可以看见蓝雀 蜜猴之外 近年来更可以在夜间看见白鼻心穿山甲出现 因此希望借由告示牌提醒里民能够多加注意 一起来保护这些野生动物 也是因为它出现率太高了 所以造成说这几年 会有在路上出车祸的状况 那我们就想说 那一方面也是做一个生命教育 那也是对社区的交通的一个提醒 我们就想说做一个生态教育的告示牌 让大家知道 你该开慢一点 我们社区其实有很多珍贵的野生动物 大家一起来保护 告示牌以显眼的黄色为底 大大的动物图案让人一眼就可以辨识 而告示牌除了提醒的作用 也期盼能够兼具生态教育功能 所以牌面上的文字都有注音标示 让小朋友也能够看得懂 初步设计了六款动物告示牌 包括蓝雀 猕猴 白鼻星 幼欢 穿山甲和猫咪 分别是台湾蓝雀 台湾猴 然后幼欢 白鼻星 穿山甲 那比较特别的是里面还有猫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小城里有做这个流浪动物的TNR 所以其实有很多已经结扎过的原放猫 那它在社区里面其实很多也是晚上才会出来注目 对 那当然未来我们经费允许的话 我们还会再追加设计 小城里里长郭仁则表示 目前设计的告示牌是以后纸板制作 希望未来能够获得工部门有关单位的协助 改采较为兼顾耐久的材质制作 让告示牌设立可以更长久 目前这个草稿我们是印后纸板出来让大家看 可是说你一个告示牌它要安全又能够耐久 当然是需要更多资源 那当然希望未来动保处或交通局 可以给我们支持 我们把它做一个兼顾的版本 让它可以永久处立在我们的里内 我们的社区内 那甚至可以让其他的社区 其他里来做参观来做观摩 新店小城里卫杵山区 近年来积极推广生态教育 举办过许多相关课程和活动 里长郭仁则指出 现在先期规划了六款动物告示牌 未来还会增加其他动物 甚至是甲虫等种类 让里民小朋友都能够更加认识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 记者杨邦友 张芳琪 新店采访报道